各位 大家好 今天來說明一下 PLATE 0.1713515 工程圖的內建 指令 開新檔案 建立草圖 sy平面 繪製聚合線 改定規正基數 中心點 點凸 改定半鍵100 改定尺寸 改定角度15度 改定 填充 10mm 導圓角 3 切換到 DCH-DRAW 工程圖 1 2 1 2 1 2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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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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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1 2 2 2 角度的畫面 這邊有個導角看不太大 那我們就用 DETAIL的先點這個 前 點DETAIL 然後這個比較小 先把它放大三倍 這個比較大 那這個位置不是我想要的 我讓它移動到這邊 我還是負的 這邊 1500 1200 18 1200 1300 那在做尺寸標示先點顯線 點點Icon 那假設我要做其他標註 插入助記 插入助記 文字這邊有被切掉 來看這是8 然後把它設字體 先設小一點4 3 3 5 不會被切掉 那來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這標籤我們設定是設定多少 編輯 編號設定 我們現在設到5 OK 那我這邊的4.5 應該不會被切掉 切掉一點點 這個大小比較小 1% 3 4 後面有幾個 1% 3 然後這個 還是不行 3 1% 這個假設有被切掉 就是改變 字體大小 主要 聰明是他現在工程圖把 尺寸標誌 變內建 那一樣 也有助記 等等的一些 功能 那他今天就很簡單 說明到這邊 以上 謝謝 各位